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氏母女在家做些女工活补贴家用 小日子过得倒也红火 时光飞逝 转眼和大毛已21岁了 也到了该成婚的年纪 可家里只有三间土砖房 中间是堂屋 夫妻俩睡在东屋 兄妹俩则各搭一张床勉强挤在西屋 这重情况下 和水根只好拿出这几年积攒下的全部积蓄 买来木料 砖块 沙子和石灰 准备在旁边再盖三间砖瓦房 木匠光靠父子两人显然是不够的 于是另外又请了三个 外加几个泥瓦匠 调了个吉日便破土动工了 三人当中 有个小木匠 叫罗成 二十来岁 长得挺白净 五官也端正 话未说 脸先红 有一股浓浓的腼腆青色味 荷花第一眼就不可救药的看上了她 或许这就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吧 时值夏末秋初 气温虽不及盛夏 但秋老虎的余威仍在 罗成年轻力壮 干活勤快又卖力 荷花献她满头大汗 便拿了条送汗金给她送过去 戏学道 小霸王歇一会儿吧 来 擦把汗 罗成有些受宠若惊 满脸飞红 双手笨拙的结果 轻轻擦了擦 然后道 也不知道 我爹为啥要给我起个 这样响亮的名字 期望越高 失望也越大 现在只能靠打些这样的散工 勉强混满饭吃 荷花道 这有什么不好 你看我爹和我哥都是木匠 都快成木匠世家了 旁边有个师傅插嘴道 姑娘 要不你以后也嫁个木匠得了 组成一个响当当的木匠三剑客 那在我们方圆百里该多有名景 哈哈 荷花道 那也未必不可以 只要有人敢娶 我就敢嫁 说完 扭头火辣辣的看了罗成一眼 罗成哪里敢抬头和他对视 只顾低头干活 自然也就感受不到荷花的热情 气得荷花一跺脚 扭头就走 小声嘀咕住 呆头 害我白白浪费表情 那位师傅还未尽兴 赶忙喊道 姑娘 别走呀 你看我们小罗师傅怎么样 这话刚好被路过的和水根听到了 颇位不悦 直见他沉着脸道 我说郭师傅 干活就好好前活 以后这样的玩笑莫要乱开 郭师傅道 东家 我只不过是随口开个玩笑乐呵乐呵 你却还当真啊 再说我们小罗师傅哪里不好 要长相有长相 要手艺有手艺 他爹还是我们村里的理政呢 河水根反唇相激道 既然你觉得他那么好 为何不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郭师傅赌气道 要不是我女儿还小 才十五岁 我还真想认了他这个孤业呢 有何不可 河水根背对的的哑口无言 鼻子哼一声 借口还有别的事便走了 傍晚收工 等木工和泥工师傅都走了 河水根借助一家四口 吃饭的机会 对荷花道 你以后离小罗师傅原点 别老往他跟前凑 免得别人说闲话 河花道 我啥也没做 怕啥 他们爱说 随他们去呗 河水根道 男女授受不侵 要懂得避险 小罗他干活出汗了 自己不会拿汗金擦 还非得让你送过去 别人不说闲话才怪呢 他给咱们家干活 对他好点 难道这也有错 河花觉得有点冤 河水根板着脸 语气也变得有点声硬了起来 说道 他给咱们家干活是没错 但你要搞清楚 我们是要付工钱的 又不是免费给我们干 再说 你卫石魔偏偏给他送 而不给老郭两位师傅送 是不是对他有意思 有就直说 不必拐弯抹脚 河花嬉笑道 爹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还别说 我对他还真有那么一点点意思 河水根道 不害臊 婚姻大事能 有你自己做主吗 趁早死了这条心 我是绝不会同意的 河花肚起嘴道 为石魔 不为石魔 反正我就不愿意 你嫁给做木匠的 木匠有什么不好 你 还有哥 不也是木匠吗 正因为我们都是木匠 知道木匠的苦 所以不能让你再嫁个木匠 这是什么逻辑 娘 还有哥 你们说说看 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真的搞不懂 沉氏放下碗 用筷子敲了敲桌子道 好了 你们两个不要吵了 一人少说一句 这种事哪有什么道理不道理 谁也说不清 说完 他抬头看了女儿一眼 献河花正用委屈的眼光 看住自己 不觉有些心疼 接着又说道 不过 孩子他爹 婚姻之事还是要看缘分 缘分到了 管他做什么的 两个人过得开心 幸福最重要 河水跟一看妻子竟敢和自己唱反调 顿时来起 蹭得一下站起身来 刚想数落 儿子和大毛一看不说话不行了 要不非打起来不可 他起身来到父亲面前 把他按下 劝慰道 爹 你且息怒 目前这是八字还没有一撇 你们就吵成这样 就算妹妹喜欢他 还不知道人家小罗师傅愿不愿意呢 这万一人家不愿意 我们这不是瞎吵了吗 还伤了彼此的感情 你说呢 然后又对荷花道 妹妹 你作为一个女孩子 就算真喜欢 也要保持一定的矜持 不要大胆咧咧 显得你上杆子追人家似的 反倒容易被人看清 和花给哥哥 倒了一个万福 笑住道 谢谢哥哥教导 妹妹我谨记在心 和大毛道 好了 不说了 你也不要跟我调皮 你和娘赶紧把碗筷收拾一下 我和爹爹去喝杯茶 和大毛说起话来两明光 两边的情绪都照顾到了 一场家庭内战 就这样平息了 此后的几天 荷花老计哥哥的话 尽量保持矜持 没有主动再去向罗成显殷勤 但对他的爱意 却与日俱增 这天他在屋里织布时累了 便到屋檐下透气 偷看罗成干活 此时太阳虽然不大 但却已长闷热 他见罗成眼睛四处携摸住 像是在找水壶 便来到造访 装了一壶刚从井里打上来的水 淋过去递到他身边说 小霸王 是不是口渴了 水壶在这呢 罗成笑笑道 是有点 那就歇歇妹子了 荷花道 跟我客气啥 说主抬头四周看了看 见父亲他们几个在另一处干 这里只有罗成一个 觉得机会难的 便试探性地问道 哎 小霸王 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 他们都说你还没有成亲 到底真的假的 罗成的脸一下子变得羞红 憨厚地笑了笑道 还没有 不过我娘说了 等你们家房子完工了 领到了工钱 她就准备托媒婆给我去说亲 荷花道 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媳妇 试看对方的家境 还是看姑娘的长相和身材 罗成上下打量了她一番 然后道 这个嘛 如果能找到一个像你这样的 我就心满意足了 那你会一辈子都对她好吗 肯定会 爱她胜过爱我自己 哟 小霸王 表面上看你还挺老实的 想不到心里悬 荷花的话还没说完 和水根椅板中面孔走了过来 说道 闺女 你不回屋去和你娘织补 在这里瞎聊什么 荷花有些尴尬 知无道 这 这不是墨水吗 我给你们送水壶来了 河水根道 水不是早就送过来了吗 怎么现在还没见你走 荷花一跺脚 嘟嚷道 我又没说不走 河水根看中女儿进了屋 这才转过头来对罗成说道 小罗 你给我说清楚 到底我家来干活的 还是来勾引我女儿的 罗成道 罗成道 东家 何必说得这么难听 我们只不过随便聊了几句 却被你说得如此不堪 河水根道 真的只是随便聊聊吗 你以为我是傻子 看不出来 告诉你 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要长 少跟我来这套 罗成道 那你想怎样 河水根道 我给你两个选择 要磨老老实实干活 不要再动什么外心眼 要磨走人 我另请他人 而今是淡季 干木工活的人多的是 你看住办 说吧 气哼哼地走了 死后的十几天 河水根把他们看得很紧 从来不给他们单独相处的机会 有好几次 荷花想偷偷地过去 和罗成说话 都被父亲瞪了回来 直指房子完工的前一天 也是和水根最忙碌的一天 荷花瞅了个机会 把罗成拉到一个角落 悄悄地说 罗大哥 你喜不喜欢我 愿不愿意娶我 罗成道 那还用说 当然愿意了 说实话 我做梦 都想娶到你呢 那你酒量大骂 还行吧 一斤白酒不在话下 不过 你问这个干嘛 那就好办 今天是完工的日子 我家晚上会做完工酒 筹写所有的师傅们 到时候你趁我爹高兴 和他多喝鸡杯 我爹的酒量小 顶多五六两的样子 当他差不多醉了 你就把我们的婚事挑明 加上其他师傅一起哄 看他能否在一时糊涂之下 当住众人的面答应我们的好事 罗成迟一道 这样行吗 万一你爹第二天 酒醒了又反悔 那岂不是空欢喜一场 荷花道 不会的 我太了解我爹了 他虽然个性强 但是特别爱面子 说话从来都是丁是丁 毛是毛 一个唾沫一个坑 不会轻易反悔 只是 只是我有点担心 担心啥 他有一个最大的缺点 就是原则性太强 一旦认准的是 无论别人如何劝说 都不会轻易改变 晚上的酒席很丰盛 河水根也是下了老板 鸡鸭鱼肉鸡个主菜 全部上了桌 担心人多坐不下 还特地在八线桌的四方 装上了一块小半圆 使其变成了一张大圆桌 席间 大家其乐融融 欢声笑语一片 通甲高兴的是 总算完成了人生一件大事 有心房可以住了 匠人师父们高兴的是 辛辛苦苦干了快一个月 今天总算可以领到工钱了 于是 大家吃住菜 喝住美酒 退杯换盏中 碰杯声持续不断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之后 罗承端起酒杯 站起身来对大伙说道 我先带头敬东家一杯 你们击个随后跟上 随后又面向和水根道 长蒙东家瞧得起我们 给了我们哥几个挣钱的机会 并且还背下了 这磨一桌丰盛的酒菜来款带 实在感谢 来我先干未尽 喝水根端起酒杯道 说实在话 其实我打心眼里还是蛮喜欢小罗师傅的 不论是干活还是为人处事 各方面都挺圆滑 并且有责任 有担当 是个不错的小伙子 说完 扬起脖子也一干而净 何花站在爹爹的身后 听得心里暗息 照着气氛下去 看来八成有戏 随后 郭师傅他们几个一子挨个各净了和水根一杯 何花在庞子戏瞧住跌跌脸部的变化 发觉她的酒量今天突然增加了不少 往常喝了这么多 起码有八九成的醉意 说话舌头都会打卷 现在看来顶多五六成醉 端坐得稳稳当当 身体一点也不倾斜 脑子清醒得很 何花心想 看来还差点火候 我得再拱一把火 就不信她不醉 想到这 她一把抓起酒壶 将父亲面前的空杯倒满 然后道 爹爹 静儿大火高兴 每个人都敬了你的酒 你是不是也该回敬一杯 不然就显得咱们太不懂礼数了 喝水根道 可是我不能喝了 再喝就醉了 要不叫你哥哥代替吧 何花道 那哪成 你是一家之主 人家敬的可是你 你觉得合适吗 说完 转头看向了何大毛 何大毛说道 妹妹说的有道理 我的却不合适 还是爹爹你自己上吧 河水根迟疑了一下 然后道 好 既然这样 那咱们今晚就不醉不归 来 干了 结果一轮下来 河水根果真大醉了 不仅站住左右摇晃 说话舌头也搭起了卷 何花见时机一道 忙向对面坐住的罗成使了个眼色 罗成瞄动 站起身端起酒杯 对河水根说道 罗叔 我借花献佛 再敬你一杯 你也知道 我和何花相互爱恋 今天想借这个大喜的日子 求你把何花嫁给我 我一定不辜负 还不带罗成把话说完 河水根把手一挥 说道 你 你不必再说下去了 我本来就怀 怀疑 你小子今天怎么这 这么客气 原来打的是这 这个算盘 你以为我喝醉了 趁机想 想糊弄我 莫门 我早就告诉过你 我觉 绝不会同意的 你趁早死了这条心 何花一看计划失败了 羞得满脸通红 气得一跺脚 转身去了卧房 这边过失复干忙 打员场道 何大哥 你也不必急着拒绝 我看他俩其实挺般配的 又你请我愿 你何不高抬贵手 就成全他们这一对家偶呢 河水根一听来气了 枪摆道 郭 郭师傅 这是我们的家事 你没资格说 说三到四 我不是说过吗 如果你 你喜欢 何不把你的女儿嫁给他呢 我看你也不敢吧 郭师傅被他折磨一击 气得拍桌而起 说道 这有何不敢 罗长 今天我把话搁在这里 如果明年这个时候 你还没有成亲 又不嫌弃我女儿的话 我就做主把他嫁给你 你看怎样 陈氏和何大毛一看 这城河体统 好好的一桌玩公宴 竟弄成了这样 忙过来两边相劝 其他的几个师傅也在一旁附和 两人的气质才慢慢地消了些 闹成这样 酒席也莫发吃下去了 最后工钱一算 就各自回家了 罗承走在最后 明显有些恋恋不舍 他三不一回头地看向荷花房间的灯光 心里却在暗暗向他道别 本来昨日已经和母亲说好了 过两天就请媒婆来提亲 现在看来完全没必要了 他始终不明白 自己到底哪里不好 竟会让和水根嫌弃到这种地步 当他再次回头道别 一阵微风迎面吹过 耳旁隐约传来了荷花那痛彻心扉的啼哭声 罗承顿时鼻子一酸 声音更艳 眼泪顺住脸颊无声地流淌了下来 那众心碎又无助的感觉 恐怕这一辈子都难以忘怀 郭师傅在他身后喊道 罗承傻站住干嘛 还不快走 舍不得又怎样 只要老何不同意 你再多的希望都是妄想 罗承抹了把眼泪 冲和化的房间飞了挥手 这才无奈地转过身 跟着郭师傅一起走了 时间一晃 很快半年过去了 河水根虽然把房子盖好了 但多年的积蓄也全部花光了 甚至还欠了十两银子的外债 眼看住村里和大毛同龄的人都结婚了 有的孩子都会跑路了 这可把他急坏了 可手里墨钱 拿什么去讨儿媳妇 丑得他吃也吃不好 睡也睡不好 这一天他去镇上感激 傍晚回来时 脸上扫往日的愁云 整个人就像打了鸡血似的 兴奋地向剪了金元宝 何大毛和何花好奇地问他原因 他又闭口不答 故作神秘 晚上睡觉时 陈氏说道 孩子他爹 你今天到底遇到了什么高兴的事 两个孩子都急着问你 你为何不说 河水根道 这是暂且不能告诉他们 陈氏道 这魔神秘 难道连我都不能知道 河水根笑笑道 你当然可以 是这魔回事 上午我去镇上感激 在茶仆喝茶的时候 只听临桌有人在议论 说镇上留财主的老婆 前两个月突然病亡了 现在急着想找一个田房 并且放出风声说 只要有人愿意把女儿嫁给他 他就愿出一百两作为高价彩礼 说到这 河水根伸出两只手比划了一下 接着说 一百两啊 孩子他娘 你说高不高 这可是平常彩礼的至少十倍呢 陈氏道 这魔说 你是想一百两就把闺女给卖了 河水根道 这怎么能叫卖呢 如果能成的话 人家到时肯定要用八台大轿来抬 又不是将它绑过去 我最近发现 你说话的水平越来越次了 陈氏道 按道理说 这魔高的彩礼 大家应该抢住求助把女儿嫁给他 可为什么到现在都默认愿意 你想过这个原因没有 河水根不一味然道 想那魔多干嘛 也许人家留财主都默看不上呢 明日我就托媒婆前去提亲 如果成的话 那一百两就解决了我们家的大问题了 不仅还清了欠债 还可以风风光光地给大毛 许个媳妇回来 何乐而不畏 陈氏道 孩子他爹 我劝你还是慎重些 这可关系到女儿一生的幸福 我可听说那留财主都五十的人了 是个酒鬼 喝醉了就耍酒疯 拿老婆出气 亡死离达 传言他老婆哪里是什么病死的 其实是被他活活打死的 并且我还听说 这个是二老婆 才三十多岁 前面那个大老婆 也是不明不白的就死了 河水根一看妻子又和他唱反调 心里很不爽 板住脸道 传言你也能信 除非你亲眼所见 否则就是一派胡言 再说他家那么有钱 还能苦了你女儿 整天吃香喝辣的 当个富太太多好 陈氏道 有钱就一定能过得幸福吗 如果心不在一起 我看未必 相反 如果两个人你情我愿 哪怕天天吃糠燕菜 啃窝窝头 也一样过得幸福 河水根不耐烦道 好了就此打住 我意已决 多说无益 明年我就托媒婆去说亲 但是我可警告你 此事只能你知我知 不可以告诉两个孩子 倘若生出意外事端 我拿你识问 陈氏叹息道 你如此独断专行 早晚有一天 你不仅会害死女儿 甚至还会毁了这个家 第二天早饭过后 喝水根去了本村的江梅婆家 中午时分 就风风火火地赶了回来 喜心于色道 水根 刘才主他同意了 但是有个条件 为房夜长梦多 三天内必须晚婚 并且不须毁婚 那样的话 彩礼就要双倍返还 这个此时 他脑海里满是那五十两 其他都无关紧要 因而爽快答应道 行 你告诉他末问题 不过 彩礼什么时候给我呢 江梅婆道 他交代过了 成亲当天 一手教人 一手教钱 这天很快就到了 陈氏一边起床穿衣 一边对河水根道 哪有你这样嫁女儿的 一个亲戚也不通知 酒席也不办 就这样偷偷摸摸地 把闺女嫁了 难道不怕别人耻笑 河水根道 这能大张旗鼓地嫁吗 荷华事先知道了 能同意 哦 你也知道他会不同意啊 你这样偷偷摸摸地 降代卖了 就不怕他记恨你一辈子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 我得先把一百两拿到手再说 不然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娶上媳妇 你说 陈氏苦口婆心道 儿子娶媳妇固然重要 但不能将他的幸福建立在女儿的痛苦之上 我想大毛知道了 肯定也不会同意 孩子他爹 我劝你再仔细考虑考虑 为了一百真的值得吗 如果你非要一一孤行 将女儿推入火坑 早晚会遭报应的 河水根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怒斥道 大清早的 你这说的哪门子丧气话 诚心找答 是不是 陈氏无奈地摇了摇头 转身去造房做早饭了 河水根穿好衣服来到堂屋 迎面碰上懒洋洋 打住哈欠的荷花从房间走出来 一见到父亲 感到有点意外 忙问道 咦 爹爹 哥哥一早就上工去了 你怎么还没走 河水根被问得有点突兀 也不敢正视他的眼睛 演示道 我 我今天在家有点事 说住就去造房打水洗脸了 早饭过后 末一会 村口的马路上来了一队吹吹打打 锣鼓喧天迎亲的队伍 只见留财主 骑住高头大马 身披红色彩带 喜气洋洋地走在最前面 后面跟着一顶花轿 花轿后面有几个挑住礼丹的 在后面就是一众吹鼓手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往村里走来 场面甚是壮观 荷花好奇地站在屋檐下瞧热闹 问站在一旁的母亲臣是 娘 村里谁家嫁姑娘呀 怎么都没听到一点消息 你看新郎都可以当爷爷了 还要娶黄花大姑娘 这不是坑人吗 也许过了不到今年就手挂了 陈氏听了不觉有些心酸 可他又无力阻止这场交易 家里的一切大事从来都是丈夫一人说了算 因而尴尬地笑了笑道 这我也不太清楚 还是去问你爹吧 他应该知道 这时 河水根在屋里喊道 荷花你进来一下 河花正看得起劲 有点不情愿地走了进来 问道 爹 有啥事 我还想看看今天到底是哪个姐妹偷偷瞒住我出嫁呢 河水根笑住道 昨天我去镇上感激 给你买了套新衣服 你看你那件外衣都穿多少年了 补了又补 早就该把它给扔了 荷花一看 喜出望外 说道 哟 还是件红色的 我喜欢 河水根讨好事的说 闺女 那你赶快穿上试试 河花穿上后 高兴地缘地转了两圈 问道 爹 好看吗 河水根夸奖道 好看 就我闺女这身材 不论穿什么衣服都耐看 正说住 迎亲的队伍吹吹打打进了院子 荷花顿市井掘起来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急急地问道 爹 难道那老头娶的是我不成 怪不得你今天这么好心 要给我鲜红的新衣服穿 河水根线末必要再满了 便坦然大方地承认道 是的 我已做主把你许佩几地做田房了 荷花听完 瞬间凉了半截 泪流满面道 爹 天下人都知道她是个酒鬼 喝醉了 救助斯里达女人 并且她的年纪比你还要大 你怎么就忍心把我往火坑里推 喝水根探口气道 爹这也是卑鄙无奈 谁叫咱们家穷呢 你哥都二十好鸡了 总不能打一辈子光棍吧 刘才竹云落过我 只要你嫁过去 他就给我一百两的高价彩礼 这样你哥也就有钱去媳妇了 闺女 听话 就当可怜可怜你哥吧 荷花道 谁又可怜我呢 这婚事说什么我也不答应 喝水根渐软的不成 便来硬的 把脸一沉道 这可由不得你 同意得同意 不同意也得同意 你把眼泪给我擦干净 准备上花轿吧 说完 把房门一关 大步来到堂屋外 留财主一见 不免埋怨道 我说乐障 怎么猜出来 我都等老半天了 不像话 然后只注意拍拍李丹说 我对你还不错吧 你看放哪里合适 河水根看了看四周 只有看热闹的群众 唯独不见尘世的身影 不禁暗骂道 关键时候躲起来 这摆明了就是跟我作对 想让我出洋相 看我等一下怎么收拾你 随后执了纸堂屋说 不如先放里面去吧 刘财主又道 嘿嘿 乐障 新阳子呢 是不是盖上花轿起成了 河水根道 在屋里呢 先不着急 你看彩礼前是不是 刘财主恍然大悟道 哦 瞧我这记性 把这个给忘了 说住 从衣袖里掏出 李章百两银票递给了她 河水根结果仔细确认了一下 然后领住喜娘进了房间 喜娘拿出一块红盖头网和花在头上一盖 掺住她就往屋外走去 荷花有气无力 像个僵尸似的 任由喜娘把她推进了轿子 临行前 荷花掀起轿脸 把父亲叫到轿前 怨恨地对她说道 爹 我恨你 如果真是为了哥哥 你提前征求我的意见 或许我愿意为他做出牺牲 但你不该瞒我到现在 就牲口一样 突然毫无执照地就把我高价给卖了 我的心现在正在滴血 你可知道 说完放下叫脸 眼面伤心地哭了起来 喝水根的脸红一阵 白一阵 尴尬地干笑住 可又不知道说什么好 随后在一阵鞭炮声中 迎亲队伍渐渐远去 陈氏躲在邻居家的墙角 目送住自己 辛辛苦苦生养了快二十年的闺女 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嫁走了 不禁心如刀脚 悲痛万分 双手掩面委屈地蹲在地上 好好大哭了起来 围观的人群一阵怯怯思语 都说和睦将这是想钱想风了 为了一百两银子 竟连女儿的幸福和生死都不顾 有几个大娘大婶献臣氏哭得伤心 便一个个围拢了过来安慰 说既然目已成舟 事情就尽量往好的方向想吧 别把身子哭坏了 等等 天刚擦黑的时候 何大毛收工回家了 臣氏也刚好做好了饭菜 喝水根心心念念的一百两银票 终于到手了 心里自然高兴 少不得要饮上鸡杯 臣氏添了一碗饭放在面前 坐在那傻傻的发呆 没有一点食欲 何大毛感觉气氛怪怪的 在看妹妹迟迟墨来吃饭 便问臣氏道 娘和花你 怎么没限她来吃饭 她 她 她叫你爹给卖了 臣氏难掩心中的失落与委屈 被儿子这么轻柔地疑问 眼泪瞬间不争气地又流了下来 她实在看不惯丈夫这副小人的嘴脸 站起身一路哽咽住 跑去了卧房 何大毛一脸茫然 一个高兴地喝酒 一个悲伤地哭泣 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她双手趴在桌上 身子往前靠了靠 不安地问道 爹 娘说的是真的吗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何水根道 别听你娘瞎说 这怎么能叫卖呢 只不过是镇上的留财主 看上了你妹妹 出了一百两的高价财礼 把她取居做天房了 何大毛道 怎么这魔突然呢 她什么时候看上妹妹的 也从没听你提起过呀 何水根道 也就这两三天的事 事情一忙 就忘了跟你说了 说卓从秀里掏出银票 放在桌上接着说 这是一百两 足够你娶媳妇用了 明儿我就托媒婆给你提亲去 何大毛冷冷地看了一眼银票 说道 爹爹 你这钱的叫人是吗 那刘财主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可是方圆十里出了名的酒鬼和恶棍 并且年纪还那么大 你竟然为了一百两银子 不顾妹妹的死活 于心何人 和水根气地把酒杯往桌上一堵 训斥道 逆子 你竟然敢用这种口吻跟你爹说话 难道想造反不成 我之所以这魔作 还不是因为你 和大毛冷笑道 谢谢你的好意 但我不能接受 如果我的幸福是用妹妹的痛苦换来的 那我宁愿打一辈子光棍 也不会同意 否则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心安 我劝你明天最好把这银票退回去 把妹妹接回来 要不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原谅你 河水根顿时傻眼了 他没想到 他们兄妹这魔情深 为了妹妹 竟然敢跟爹爹翻脸 直到这时 他才似乎清醒了些 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可是 可是 他喃喃自语道 现在想退也退不了 为何 刘财主有言在先 如果悔婚的话 财礼就要加倍奉唤 这可是一百两 我们父子俩就是拼死拼活干一年 不吃不喝也攒不下来呀 何大毛一听 彻底绝望了 他忍无可忍 仓的一下站起身来 直接把桌子给掀了 气愤的说道 我为我和妹妹能有你这样的父亲感到耻辱 这个家 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也没脸呆 自己的婚姻大事 竟然要靠卖妹妹来换取 我在村里还有脸台的起头吗 明天我就离家出走 独自去外面闯荡 不干另一番名堂 就永远不回来 陈氏在里屋一听 吓了一跳 赶忙出来抓住她的手劝阻道 儿子 你可千万别冲动 何花已经离开这个家了 你再离开的话 那我们这个家就彻底的散了 听娘的话 千万别走啊 何大毛把母亲的手往外一扒 不满道 你也一样 一辈子唯唯懦懦 什么事都听她的 纵使你无力阻拦 起码也该偷偷地告诉我和妹妹一声 也不至于弄到现在这般不可收拾的地步 说完 回到房间把门一关 任凭母亲再怎么敲也不开 河水根看得眼烦 借助酒劲大声喝道 别再敲了 随她去吧 她以为儿子说的是气话 结果第二天打开门一看 儿子果然走了 只给他们留下了一封简短的告别信 陈氏捏住信 疯了似的跑到村口的马路上 幻想着还能看到儿子的身影 可眼前除了一望无际的田野 什么也看不到 昨日痛失女儿 今日儿子又不辞而别 两天之内好端端的一个家 就这样彻底的散了 她遭受不住这样双重的打击 眼一黑 腿一软 顿时晕倒在地 河水根也没了往日的锐气 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心情也变得郁郁寡欢 对妻子陈氏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爱搭不理 陈氏像大病了一场 有妻无力地在床上躺了三天 算是勉强度过了眼前的这场劫难 可就在儿子出走半年后 一场更大的劫难正向他们袭来 并由此搭上了三个人的性命 这天 陈氏正在家里织布 门外忽然传来了货郎的叫卖声 想住生活做饭的火折子快用完了 该买个新的了 来到货单前 因为货郎几乎天天都到村里来叫卖 所以大家彼此都比较熟悉 陈氏就直呼其明道 阿贵 给我来个火折汁 买完后刚想走 阿贵脸色凝重地说道 陈大婶 看你这个样子 有件事你好像还不知道吧 陈氏道 啥事 你真的不知道 阿贵的脸色颇为惊讶 陈氏着急道 到底啥事 你快说啊 我是真的不知道 阿贵道 昨天我卖货经过刘财主家附近的时候 见大伙都在焦头接耳议论 说你女儿不堪忍受刘财主的折磨和毒打 一气之下 买了包皮霜把她毒死了 当天就被县衙抓去 由于证据确凿 当堂便判了秋后问战 陈氏带住哭腔道 阿贵 这是真的吗 你可别吓我 我怎么一点心也没得到呢 阿贵道 当然是真的 这种事 我敢跟你开玩笑吗 镇上都已贴出了告示 陈氏只觉得天旋递转 再一次晕倒在地 两个路过的邻居健壮 赶忙把她抬到屋里躺下 这一躺又是好几天 眼窝深陷 人也瘦了一大圈 河水根也彷扶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 整天沉默挂眼 干起活来也微微缩缩 跟之前雷厉风行相比 简直判若两人 陈氏难消心中怨恨 这天午饭后 她问河水根 你那张银票呢 河水根道 没了 为还十两欠债 我把她换成散银了 陈氏怒目而失道 我当初跟你说什么来着 为了这一百两 可能会把女儿给害了 甚至毁了这个家 现在怎么住 通通通都灵验了 这难道就是你想要的结果 报应 真是报应呀 说吧 不顾一切地扑上去 对她又打又抓又挠 嘴里不停地撕喊住 还我女儿 还我儿子来 河水根被逼退到靠墙 任凭她发泄 始终没有还手 陈氏打了击下也打不动了 便回到床上歇息 近来身体每况愈下 体力早已不如从前了 之后他们去了监狱一次 并贿赂了点玉长 希望她能通融一下 和女儿见上一面 结果点玉长回来说 你女儿不想陷到你们 说如果哥哥来了的话 倒是可以一见 沉实一听 顿时悲从中来 忍不住嚎啕大哭 我的可怜女儿呀 为娘对不住你 不该跟你爹地一样 瞒住你放 如果早说了 兴取事情就不是这样的结果 你恨娘是应该的 娘不怪你 很快 修后问斩的这一天到了 法场周边围满了 不少看热闹的群众 河水根和陈氏 几几个邻居也在其中 当然他们不是来敲热闹的 而是来准备收尸的 当和花从球车上压下来的那一刻 陈氏的眼泪忍不住 又流了下来 只见和花头戴枷锁 披头散发 面无表情 脸上和额头上的伤疤清晰可见 并且走起路来 还一瘸一拐 很明显 其中的一条腿 早已被打断了 陈氏和几个邻居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还是之前的和花吗 才半年多的时间而已 她已经从一个青春活泼 性格直爽的女孩 变成了一个满目沧桑的小妇人 过了一个浑身长满横肉的柜子手 不由分说将她推上断头台 在奸斩关下令 和花人头落地的那一刻 陈氏再度惊觉晕了过去 可怜陈氏这一次再也没有挺过来 几乎和女儿同一时间去了极乐世界 和水根忍住悲痛 和几个邻居把妻子和女儿同时安葬了 她自知罪孽深重 孤苦伶仃的一个人画住也莫多大意思 当天夜里就去了符合一座古老的桥上 纵身跳进那滚滚流淌的河水当中 最后邻居连她的尸身也莫找到 邻居们望和兴叹 真是造孽啊 好端端的一个家 就这样彻底的消亡了 为了那一百银子 真的是太不值了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